今天有一个本土的病例 连续四天本土嘉林止步 新增一例确诊 是驻新北市30多岁印尼籍女性 为了要离境裁检发现确诊 CT值高 已经匡列三位密切接触者 疫调后发现 疑似和5月发生的新北职场群聚案 有关系 因为他准备要返国 所以他其实从10月1号开始 就没有进入到职场去了 那另外雪清的部分 现在在宋宴当中 职业中心将送检体到昆阳实验室 不排除这例确诊是旧案 国内疫情相对稳定 10月18号二级警戒也将到期 是否会将为一级 或再针对松绑管制措施 会再进一步讨论 冰河冰西冰等等 目前是都还没有列为 就是说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地区 明天我们预计会再就这个措施 有没有相关的放宽 会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至于第12期疫苗接种 将一口气同时开放莫德纳 AZ和BNT 不过避免造成混乱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开放预约对象 BNT30岁以上打第一季 莫德纳则是7月16号前 打完一季的55岁以上民众 AZ二季则是7月30号前 打完第一季的38岁以上族群 第二阶段BNT将开放23岁以上民众预约 莫德纳则是7月16号前 打过第一季的18岁以上族群 AZ则有两种对象都可以预约 几乎都打完之后 大概剩下不到30几万 是第二季了 再到11月之前 可能还大概差30几万 而好消息是疫情指揮中心发言人 庄人想透露 目前国内还有233万 禁莫德纳疫苗还没到货 未来有机会开放给莫德纳铁粉 第一季接种 不会用于混打 环宇新闻 柯冠城 黄云竹台北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竞合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